狗场乱不乱黑豹说了算 黑豹身为小丁的金牌打手 在狗场虽然是无敌的存在 但有一只狗却不输黑豹 甚至可以拿捏黑豹 那就是八戒 了解狗的人都知道 八戒身为高家所在 战斗力这方面 是根本不需黑豹的 如果让他俩争斗真枪的干 黑豹还真打不过八戒 但八戒无欲无求 更不想争名夺利 据小丁所说 八戒是他在狗饭子手里买来的 那时的八戒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脾气早都被磨没了 这才导致现在这么活气 可不要以为八戒是总 平日里八戒都是一佛 与世无争的样子 但当小丁拿出他喜欢吃的苦瓜时 八戒就会马上飞奔过来 并不是说八戒多喜欢苦瓜 而是八戒之前在狗饭子那里是 每天都吃不饱穿不暖 即使现在过上了好日子 还是坚决不浪费一粒粮食 这天小丁发现八戒最近幼兽了 随即就买来一时机要给他补补身体 但狗上看的后 却表示毒热了不如中热了 有好东西就要分享 但八戒怎么可能把自己的食物拱手让狗 也不知道狗圣怎么敢的 只要八戒想 分分钟可以灭了狗圣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没有哪只狗的 可以抵挡住鸡的诱惑 但是没想到 狗圣竟然这么丧心病狂 八戒好不容易偷了个萝卜 想了妹妹品尝 这来之不易的美味 哪成想 狗圣这个杀千刀的又来抢 两偶对峙半天 最后谁都没吃着 让玉米坐收鱼翁之力了 狗场出小头了 偷啥了 红薯 红薯一天比一天都是小 莫名其妙的少 我怀疑是八戒干的 把这个上头给我调过来 往这找 把这给我自个录像机 自到这 把那个上头给我往这找 小丁明明可以直接去审问八戒 还要多次一举的找证据 看八戒这鼠无恋的手法 肯定经常干这事 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丁每天虐待他呢 但看到那一身标显然是想多了 这龙色在圈圈狗场 我第一个拍出都是你 八戒表示我怀疑你在CPU我 但是没有证据 八戒也是真的惨 每天都吃不饱 现在连路的地方也要被霸占 由于皮皮来到狗场时间也不短了 却一直融入不到后院 小丁觉得这也不是个办法 就想着让皮皮去后院住几天适应适应 但这个决定比较突然 没有时间准备龙子 思来想去只能征用八戒的龙子 但小丁的诡计早已被八戒看透 说啥也不出来龙子 被征用了吗 用两天吗 用两天用了 用两天还你 八戒心想真会骗狗 现在说的适用两天 等我出来估计就再也回不去龙子了 八戒意志也是够坚定 小丁拿着吃了饮诱都不管用 就连面对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 也是毫不动摇 小丁没办法 只好进入龙子里 把八戒推出来 可八戒全身没有一斤肉是白肠的 小丁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把它从龙子里弄了出来 八戒此刻伤心透了 还以为小丁不要弹了 坐在龙子旁边久久不肯离去 小丁这不是欺负老实狗吗 八戒食窝胭脂非福 这要真具了前院 小丁私藏的食材可就不饱了 直接就成了八戒的自助餐 然而这些都不是八戒想要的 看来这次八戒是真伤心了 对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无动于衷 一心想着往后院走 站在通往后院的铁门那里一动不动 没办法小丁只好拿着房租诱货 不过八戒可不吃这一招 既然软的不行 只能来硬的了 小丁拿着狗绳就去找八戒 这一上绳八戒瞬间老实了 八戒不要房租 肯定是觉得 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小丁这个无良开发上把房子占了 自己不得睡大街啊 但八戒一直闷闷不乐 也不是个办法 走八戒 走 八戒一听到让自己回家了 屁颠屁颠的往后院跑去 到后院就站在自己笼子那里 生怕再被其他狗霸占了 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 这下八戒总算是满意了 不仅抢回了自己的房子 还收到了一笔不菲的补偿款 八戒真是最佛系的狗 吃饱穿暖有饭吃就足够了